然後裡面有一個網紅拍照的地方 是那個 那個青苔布滿的那個橋下 哇 來了三次 果然走 天氣真的超好的耶 哇天啊 這個天氣 誰受得了 出發 出發 走進來就有這種軌道的感覺 真是有一種 哇 骨道探險 網美聞一下樹的感覺 聞不到 哈哈哈哈 搓一搓 他說搓一搓 欸沒有耶 你確定這是塊木嗎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木 哈哈哈哈 那你在 我有感受到分波機 對啊 是有啊 我剛剛就有感受到 我這個木頭在山上 現在這個天氣 這個氣溫非常棒 現在這個氣溫真的是比吹冷氣還爽 不誇張 超棒的 哇 這樣我坐在路邊吃東西也不錯耶 大家猜猜看這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呢 可以動嗎 哇 很像 滿難操作的 可是它應該就是只是展示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鐵道轉側器 簡單來講就是火車去改變它行進的路線 還有另一個軌道 前面看到拍照的聚集點 想必 嗯 應該是一個很不錯的點 哇 這樣拍也很好看耶 你看 下面是古道 那邊就是一整個view 應該拍很多美照吧 路上就還好 但是這邊就真的還 滿不錯的 滿適合拍的 風景真的很好 哇 享受芬多金 看到導遊 是不是快到盡頭了 九百就盡頭 好 然後這邊有個吊橋 好 你看 我覺得有這個吊橋跟 就是遠眺這種風景 真的是很美 就像大家看到的 就是走沒幾步啊 就有這種 柵欄啊 鐵軌啊 會有一種很放鬆很放鬆 然後你看 你看我後面那個路的景深 喔 原來是這裡 好 這次帶大家走一次 完了完了 對於我這種 唉唷 真的必須要說一下 就是 這吊橋還滿美的 但是有對 居高正的人來講 還有一點可怕 高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天啊 天啊天啊 這邊中間真的是超美的 你看 快到了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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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簡單走一下 其實九百公尺真的是不長 但是 走走停停拍拍照啊 會花一點時間 但是非常值得 難怪健行古道啊 是全球最美的古道之一 所以啊 建議就是 有機會來 一定要來 那接下來就是下一個景點啦 好 那我們到下一個景點 太平山 那我們現在 車停在上面 然後會走一小段這種 戰道 你知道連這一小段的戰道啊 說有多美就有多美 哇 哇 要上去這個步道還蠻漂亮的 哇 超漂亮的 超漂亮的 往上拍會很漂亮 哇 真的超美的 哇 經過了超美的步道 然後就可以來到平台 哇 猴子 有猴子喔 你看 有大小的 猴子 所以他以為人家拿去 沒有沒有 沒有 對啊 他現在就是變這樣 你不給他他就攻擊你 哇賽 所以他是很兇的耶 我在柬埔寨 有被猴子咬過 有陰影 是喔 有陰影 他以為你會給他看東西吃 天啊 好 快算快算 好兇 導遊為什麼會這樣子啊 因為之前 人家都習慣 餵他 餵他東西啊 好好好 所以說 他現在 你現在 你一開包包 他就以為你要餵他 那你不給他他就攻擊你 因為猴子很聰明 對 你先那個 哇 你看他就在攻擊人了 你先退 你先退 然後那個 對對對 剛剛那個 還好把你看得到 然後 剛剛那個 大姐 就是坐著 他可能不知道這邊 猴子會搶東西 他可能 想到這邊吃東西也 結果 一打開之後 猴子馬上過來 而且是用搶的耶 剛剛來不及拍照 我真的是 要怎麼講 就是 他那個速度真的是很快 就是你們可能會覺得說 哎呀 可能會可以跟他搶啊什麼的 但是 就跳過來 然後就搶了 而且包包差點整個拿走 蠻可怕的 欸 原來這隻是受傷啦 所以大家要記得就是 食物啊 盡量不要在這邊吃 因為 你打開包包啊 猴子就馬上過來 而且是很快速 這隻很兇 這隻也很兇 好啦 盡量遠離他們 剛剛觀景台 然後往裡面走啊 就會到碰碰車的車站 小小車站還蠻有感覺的 那因為今天 他說維修 所以 不能來搭乘 保養日啊 第二個禮拜跟第四個禮拜 過了碰碰車站之後啊 就有來到 年輪的光歸 哇 而且這邊設備真的是很有歷史 這台運財機關車是不是很有感覺 然後我發現啊 這邊真的是很適合拍照 就是不管是網美或者是帥哥照 真的超讚 今天真的是非常開心 就是可以照到美景 然後又可以呼吸新鮮的空氣 非常舒服 而且 整車的人都蠻有趣 然後很親切 那很開心 我朋友佳樂啊 就是跟我講這個 MyPro Guide的去旅行這個旅遊平台 然後他有提供就是我們去旅遊的路程 那我覺得很好 就是一起坐車 然後也不用自己開車 然後來這個地方 還蠻不錯的 把一些他們的平台資料留在下面 我們再去看看 參考一下 而且最後最後 真的還是要提醒一下 就是能早一點到 就早一點到 因為真的是 就是無雲密布 因為現在啊就是下滿大的 所以就只能在這邊 咖啡廳躲個雨 那我覺得 剛剛逛了一下咖啡廳啊 我覺得他的環境跟氣氛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那如果你假如 有走累的啊 或者是想喝個咖啡 可以其實來這邊 然後 跳望遠景 喝個咖啡其實是還蠻讚的 那現在就是等雨停 然後剛剛其實看一下雨景 還蠻美的啊其實 好那如果大家看完這個影片 請記得點個讚還有分享 那就是請繼續支持這個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 我覺得導遊跟我們講一個故事還蠻酷的 他說為什麼神木會被留下來 因為 好第一呢 他長得比較醜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吧 然後第二呢 以前在砍伐這些樹林的時候 需要運送下去嘛 就是 類似那種籃車的概念啊 把一些砍下來的木頭 運下山去 那就要留幾顆 就不砍它 所以他就幸運的被留下來了 所以長得醜的是有 好處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好幾顆 好幾顆